您知道一件衣服的背后 要付出多少的代价吗 跟着记者走访中国大陆 孟加拉和肯亚 从制造 消费 回收和再生 这四个层面 探讨追求快时尚的时代 我们又如何成为了环境杀手 深入又精准的报道 大爱电视旗舰专题 一之旅获得了 台达能源与气候特别奖 中国大陆 他们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 你就看到一件衣服的寿命 其实不到24小时 然后我们也走访了世界工厂 像是孟加拉 或者像是非洲比较遥远的肯亚 这些国家 这里头的环境污染 或者是职业伤害是非常严重的 其实非洲一直不断接受 我们的二手衣 那证明说 其实他们真的是一个 非常贫穷的国家 但是我们反过来想自己 来反思自己 我们是不是得到了太多 所以我们一直不断地浪费 有时候是四点半 有时候是五点一起 就看乡几个人去做的买 跟着17岁的土豆 在农田里撒农药 它只是高风险家庭下的 其中一个缩影 世袭的贫穷状况 让少年们为了生计 很早便沦为了童工和少年工 报导者废墟里的少年系列报导 走访安置机构 校园 社区探讨家庭结构和教育制度 荣获第44届增虚白公共服务报导奖 做这样的调查报导 目的就是希望要改变资源的分配 然后让政府以及教育体系 能够在各个面向 拉这些少年们一把 这样子他们人生出现希望 他们的人生出现更多选择之后 贫穷就不会是世袭的 希望工作催泪意志 可言体力也与时间赛跑 用着锐利的眼光观察现况 在严峻的媒体环境里 仍有许多的新闻人 坚守守门人的角色 担起更多媒体的公共责任 大海新闻雷亚李建宽 台北报导